李文中他們是一起被收押 那豬亞虎是行賄 涉嫌行賄收押 李文中是違背職務 收費跟背信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一定是一個行賄 一個收費 這個比較確定 至於李文中收了錢有沒有黑吃黑 阿弟自己吃掉 老闆大口 就說我知道李文中有吃錢 我說不可以吃他又吃 也不可能 他們倆有可能互推 李文中說對 我沒有跟我大哥講 我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 全部都我當 這是一種可能 可是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彭正森跟黃錦茂 這兩位都是公務員 你們兩個真的有這麼年假 要做副市長 做局長 所以你們就幫柯文哲去弄這件事情 這當然就是檢察官想要知道說 不可能啊 彭正森你有必要做這件事嗎 都無償的 就為了當個副市長 然後你都無償 那不用怎麼 你就領你的薪水 然後市長跟你做 你就教責 你有這麼乖 情意感動天 對 那對黃錦茂也是一樣 黃錦茂做過台中市政府的秘書長 然後當過營建署的副市長代理署長 他也不會去貪說他想要去當 台北市的都發局長 因為他當過的官更大 他下來當台北市的都發局長 然後就因為欣賞柯文哲 柯文哲說 你好要辦 然後他就認真辦 辦到最後 他一塊錢也沒拿 然後就把這事情辦成了 這個大家聽到聽到說 他們兩個應該是到現在為止 都說我沒有收錢 他們兩個應該到現在為止 都說我們都沒有收錢 昨天去了這十一個人 基本上他們都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罪 他們也會覺得莫名其妙叫我去幹嘛 可是他們的證詞有助於釐清 所以他們的證詞就講完之後 他們就走了 只是要了解那個 並不是要了解這十一個人的 個別的誰犯怎麼罪 而這十一個人如果對某一個程序 某一件事情的講的方式 大家都講一致的 那就可以確定 他們那五六個利害關係的單位 內部的賬薪水到底是怎麼核銷 讓檢察官知道說 原來柯文哲相關的這些單位 跟錢有關的 大家的說法 原來你們都是這樣子在處理錢 朱雅虎 然後還有這些 以前市政府的這些官員 然後又另外一支 又是基金會的這些人 那現在到底最新情況 你的研判是如何 朱雅虎跟李文中 他們是一起被收押了 那朱雅虎是行賄 涉嫌行賄收押 李文中是這一個違背職務 收費跟背信 那所以他們兩個之間一定是一個行賄 一個收費 這個比較確定 那至於李文中收了錢 有沒有黑吃黑 阿滴仔自己吃去 老闆大口吻就說 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李文中有吃錢 我說不可以吃他又吃 也不可能 他們倆有可能互推 李文中說對 我沒有跟我大哥講 我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 我全部都我當 這是一種可能 可是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彭正生跟黃錦茂 這兩位都是公務員 你們兩個真的有這麼年間要做副市長 叫做這個局長 所以你們就幫柯文哲去弄這件事情 這當然就是檢察官想要知道說 不可能啊 彭正生你有必要做這件事嗎 都無償的 就為了當個副市長 然後你都無償 那怎麼辦你就領你的薪稅 然後市長跟你做你就教責 你有這麼乖 情意感動天 對 那對黃錦茂也是一樣 黃錦茂 黃錦茂要做過台中市政府的避署長 然後當過營建署的副署長 代理署長 他也也不會去貪說 他想要去當台北市的都發局長 因為他當過的官更大 對 他下來當台北市的都發局長 然後就因為欣賞柯文哲 柯文哲說你好好辦 然後他就認真辦 辦到最後 他一塊錢也沒拿 然後就把這事情辦成 這個大家聽起來說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對 可是現在檢察官 把他們兩個找來 把豬亞武找來 他們兩個應該是到現在為止 都說我沒有收錢 他們兩個應該到現在為止 都說我們都沒有收錢 那可能檢察官也真的查不到 他們兩個說 但是彭正生的我們有看過 彭正生不是有那個政治 財產申報不是多了什麼 對三千萬嘛 那有一說是另外賣掉什麼高雄的房子 那這是一塊 可是黃警茂的這一塊 一直都沒有消息傳出來 他的財產有暴增 他的什麼東西有增加 那所以他就直接問豬亞 那豬亞武上次這個 本來他申請要交保或者是離開 他後來法官的裁定說什麼 說範圍跟這個金額對不對 還沒有全部講嘛 那搞不好是檢察官拿了什麼範圍 金額對象給了那個法官看啊 他說欸 我們問他五個人 他怕說一個李文中 這四個咧 我們有這四個啊 然後搞不好法官看完說 好像對喔 所以這四個還要再查 所以豬亞武你先等 等他們問完你要離開再離開 那豬亞武為什麼只承認一部分 而且你看 我們從那個畫面上看起來 怎麼他身體好像也變好了 他本來有個護腰 現在也不用護腰 跟阿伯一樣 對他變來變去 然後他有前幾次 還有一次是穿 坐輪椅 對啊 他也有坐輪椅 也有好好走 那這次走下來 下那個車子的階梯 有一點要亮嗆 有沒有 右腳沒辦法激烈 所以他好像有一點要跌倒的 那種感覺有沒有 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這一塊是關於金華城 那至於這一個他們的 中秘書長周宇修 戴宇文 等十一人 因為記者不知道 另外九個人的名字 比較沒有知名度 還蠻奇怪的 他們兩個去綜合北基站的時候 為什麼只拍到他們兩個 因為可能拍到其他人 你哪位 以為是路人 以為是送便當的 搞不好有拍到就對了 可能是Uber E 他們進去好像也很快 中島還跑了吃飯 還有放飯 然後還回去 為什麼不是買便當給他們吃 對啊 是故意給人家拍 好像很少看到有證人 還可以出去放飯再回來 應該是問人說你要去吃 他們還沒問到 你要去外面吃 我拜託你買便當 可能是這樣 照著你是我的經驗 我以前如果有些朋友去 吃雞腿 吃白骨 要吃什麼 只要你說要吃什麼 我都給你買 分酒 平衡都可以 你現在管理說 看你要吃什麼 我都幫你買 那我想要吃牛排五分熟 然後外加南瓜濃湯 這樣也可以 那你會被帶到一間吹冷氣 然後整天都沒有人問你 然後人家在打開進來的時候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 怎麼了嗎 不是啊 你朋友 剛剛三個小時前全部都走 你怎麼還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們不知道你還在這裡 因為大家都回去了 我會緊張 可是他們都講了 那你要不要講 講講講 所以其他人其實都還沒回去 有策略 這是電影演的 這十幾個 當然查是這樣 就是說 他們在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年 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領誰的薪水 那他們核銷賬的方式是 譬如說我現在出去吃飯 我打統編 我是打木可的 打基金會的 打協會的 打黨部的 就是說你們每次打這種 他們身分太多重了 對 我問你戴宇文是哪裡的人 基金會跟黨部 你確定 有沒有總部 可能也有 可能有吧 對 所以 檢察官要問幾月幾月幾月 然後檢察官很簡單 就用扣角平單就知道 都有報帳 都有報薪水 那你有報勞健保 那個都是公家單位 都可以調得到的資料 一調來就說不是啊 你也是協會上班 協會幫你報勞保 然後黨部幫你報健保勞保 你兩個都保 然後你什麼都保 然後你有一張核銷 你還有去核銷基金會的 那你還有一張計程車的 核銷黨部的 你現在到底身分是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的釐清 也要確認李文中的狀況 因為李文中到底掌管哪一個 然後他們這些人的帳跑來跑去 不過我判斷 昨天去的這十一個人 基本上他們都不知道 他煩什麼罪 他們也會覺得莫名其妙 叫我去幹嘛 可是他們的證詞有助於釐清 所以他們的證詞就講完之後 他們就走了 只是要了解那個 並不是要了解這十一個人的 個別的誰犯怎麼罪 而這十一個人 如果對某一個程序 某一件事情的講的方式 大家都講一致的 那就可以確定 他們那五六個 利害關係的單位 內部的賬薪水 到底是怎麼核銷 讓檢察官知道說 原來柯文哲相關的 這些單位跟錢有關的 大家的說法 原來你們都是這樣子在處理錢 有關電콜 therein 都應該會接max 這個單位跟錢有詠視 一些錢有關 還有